哈喽各位好 欢迎来到ND6系频道 那今天呢就还是来跟各位聊一下这个战锤3的2022的roadmap 原本是没有打算做这个的 不过现在有点时间就来闲聊一下 那这个就是中文版本 那当然他哔哩哔哩是有的 我单纯是把那个文章给翻成繁体 让大家比较好阅读一点 上面这些我们就可以先不看 总之他公布了今年整个 那就是今年整个计划嘛 那你可以先来看到这个第二季度的部分 四五六月哦 四五六月的话他是说到嘛 他一点一版更新之后设计了稳定的日程表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Q2 四五六月会改些什么东西 一点二版的更新 然后五月更新 就到时候可以再看看 那五月更新的话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电脑派系重建塔楼的速度过快 关于城镇战斗玩家最多抱怨 就是电脑建造跟重建塔楼防御玩家的军队速度 所以他会让这个城镇战斗电脑的恢复速度变慢 让你不会一直在被电脑给虐待坐牢体验 然后再来就是飞行部队跟地面部队交战的时候 他就是会始终陷入缠斗状态 让胜余的战斗中始终非常僵硬 意思就是他飞行部队在打地面部队的时候会有一些交战上的问题 那反正这个在五月的版本应该会做一些修正 再来就是远程部队哦 这其实好像我不确定啊 因为基本上我玩过往的一些全战 有时候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尽管远程部队在跟敌人之间没有障碍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还是会闲置 我不确定这是三代的问题 还是其实一直以来都默默的有一些重问题存在 总之不管我们今天就当做是战锤三才有的 反正现在会让远程部队回炉重造 教他们怎么交火 反正就让现在远程部队的攻击效益会更好一点 还有恶魔派系自动向涩涅仆虫国宣战 这个也会解决 还有困在涩涅魔狱的问题 这好像没有遇到所以我不太清楚 总之这应该也是个bug 还有一个各位最关心的问题 电脑派系会疯狂针对玩家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一直以来的问题吧 我是觉得锤三又更严重了 因为锤三的派系又比较单纯 反正就是混沌 所以混沌大家也都打你一个 食人魔也打你 反正大家都打你 可能最近我们开的三国就 也好像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元素也是大家都打火 好吧 那个不准确 反正电脑派系疯狂针对玩家这件事情 他会去修复这个问题 希望之后玩家玩起来不会再觉得电脑千里迢迢 就是过来要把你打爆 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获得解决 还有血盲症 这个也会获得修正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自动战斗的改进 这个应该也是我讲的烂掉的问题 因为现在他是根据战役难度去决定 不是战斗难度 所以之后他会利用 战斗难度去做调整 之后自动战斗应该会更加准确一点 还有那个部队的反应速度 这个也是之前有类似的问题吗 就是一些转身或者是冰冰魔发呆的问题 总之这个反应速度也会做调整 还有单体部队之间的决斗进行改善 他希望 嗯 改善他们的表现能跟敌人尽力搏斗 就是 就是英雄啊 或一些大型单位 他们在攻击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看起来笨笨的 不知道到底是要不要打 然后打了可能就打不到东西 这个也会进行改善 然后还有一个叫科技术重置 呃玩家对科技术跟进人数回馈很多 所以先处理科技术的影响跟效果 这个重置 应该不是把它重新重点吧 他这应该是说重做的意思 我不确定啊 因为他这边写的意思 中文是写重置 这可能要爬一下原文 那下面提到是会 处理影响跟效果 所以我在猜应该是会修正一些 科技术的问题 还有这个排行榜重置 这个如果你没在打 没在打对战的话 我猜 应该对你没什么差啦 不过根本上 战锤的天梯对战 他需要的是更完善的天梯对战的机制 就是天梯系统 而不是官方想到才给你重置 我是觉得反正可有可无 那再来就是1.2版 会添加免费的DLC 总之会给精英部队 至于有什么我就不猜测了 反正我也猜不到 应该你们有在关心社群的 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消息吧 反正这个就是1.2版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2022年第三季度 789月会更新一些什么东西呢 一样精英部队包 第二个 然后改善震弹部队保持的保持阵型 让震弹部队保持阵型能力会使前线更加强大 意味着更多兵魔将会在战斗时参与到战斗中 嗯感感觉就是也是一些AI上的问题吧 让震弹的部队比较容易 呃 在战斗中表现的更好一点 然后1.2版科技术重置之后呢 会在1.3版进一步研究个人物 跟各种组的科技术更新 就是科技术之后 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差异 因为现今版本来讲科技术 跟二代比或 或怎么样都其实大同小异嘛 好点好用就那些 但战锤我自己玩到现在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科技术在你的 就是打法上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差别 然后不喜欢 最后只有一种打法或两种打法 就可能就蓝线 我就红线然后剩下线都觉得点了没什么用 我希望之后他们重置之后会改善这个问题 不过就之后再看看 还有提升野战的频率 因为现在战锤3 非常非常非常吃重这个城镇战 自己城镇战斗工程战 所以现在频率有点失衡 还希望可以提高野战 毕竟野战打起来体验真的比较好 所以这个之后看他们怎么做调整 天奇色孽补原速度啊 那就是这两家的补原速度实在是有够烂 色孽之前玩的时候也是天奇也是 那个补原速度简直就是悲锤 反正这个之后也会做改善 让玩家体验好一点 还有战斗的相关修复 反正就没有特别讲什么 那就是这个mode吧 应该是mode包吧 可以让你 呃 最后一块拼图补全了吗 把它更完善 2.0版的更新 反戒帝国 这个就是各位等最多的吧 就是最多人在等的 反戒帝国的一个beta版 那 这个在2.0 就是七八九月 会更新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其实他们应该也是 发了一弹就是 我不确定他三代到时候这些阵营放出来 超那个反戒帝国超放出来之后 呃 平衡性 平衡性啊阵营啊种族啊到底会怎么样 所以我猜他们应该也会 需要更新一阵子啊 才当我猜出来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蛮多派系 会有一些他自己的问题存在 不过 这个模式出来 各位就不用再追求那个 就是混沌魔域的玩法了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那反正之后再等他们释出更多的消息 这相信也是很多人 会等他出来 然后才会再回归我们的战锤3 还有这个旧世界的更新 第一个是我们的混沌勇士终于要做一些更新了 因为这这家伙不是这家伙 这个派系 从最早版本出来到现在都没有更新 对 对旧世界的更新 我相信会非常吸引人 包含爱人 包含混沌勇士 包含我记得野兽人虽然有出了一个新派系 但整体的机制也没什么大变化 我是主要是机制的变化吧 就基本上没有 对之后再看看第一个混沌勇士到时候改的怎么样 野包 你想买就买 不买也没关系的东西 还有领主包 这个第一个 dlc 会跟 2.0版一起发布 那这个领主包应该就是收费的了 我会引入新的传奇领主 然后领主英雄部队 可以在战役跟多人使用 有 比如说四位元 四位元将将会加入冰种名册的冠军勇士 反正领主包 然后之后再看看 来到第四季度 就已经到今年的年末了 十十一十二月 2.1版 被更新第三次的精英部队 然后会出一次3.0版的更新 哦巴拉巴 我看一下下面有钱吗 呃 反正3.0版好像没特别讲到有什么东西了 可能到时候再看看吧 这边他就没有细讲了 可能 他说获得大改进 啊 该模式会将在今年最后一个版本 获得大改进 也就是说3.0版 叶石应该会根据 这个 第二季跟第三季度的玩家反馈 就是回馈再去做一个改变 第四季度到时候 再看看他们释出了什么消息 哦 放言未来这个部分 大概就是讲统治战很受欢迎吗 就这次的天梯战 啊 就期待他们继续的强化这个模式吧 然后 还有他的那个聊天系统 现今标准中这已经不符合现代网络世界了 反正 这个东西也会做一个改善 聊天系统确实是啊 你在打天梯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跟对手沟通也很难 我反正希望这些都能 一步一步修掉或是改善吗 那多人多人对战的这个匹配助列跟平级 我终于要 要用这个东西的吗 我要这个好像只是同志战跟路战模式共用而已 所以好像也没差 我一直都还蛮希望他可以针对天梯去做一个专门天梯系统啊 对于喜欢打天梯的玩家来讲还蛮重要的 不过看起来他们 在这份文件也没提到这件事情 下方可以看到他是这次总结这次2022年的roadmap 你有兴趣我相信你也都看完了 我今天也就是来跟各位稍微简单聊一下而已 结语的话就老话那句吗 反正就是他们会尽力的做好这一切 那 那就是大概这次roadmap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了 那你问我有什么心得吗 我知道很多人很想看我玩战锤3 或者是 有在疑问说战锤3为什么好像都没播是不玩的 最近战锤3的表现各位有目共睹 也不是说我就不想玩 我也很想玩 可是他真的也没什么内容 就我今天把基斯底部破了 然后呢 我还能玩什么 我把所有阵营都玩一次 可是其实现在玩起来的感受其实差不多 每个都要进混沌魔域 每个大家就是一直就是打然后战打然后战 老实说 二代现在整真的会比三代好玩 就游戏就有一些性的部分来讲 但我一直都还是跟你们说 三代的基底是好的 他绝对赢二代 我不会再回去玩二代 因为我不喜欢二代的那个操作手感 包含他所有的一些 机制 我觉得三代都有改善 三代问题就在于他的混沌魔域的玩法 还有他的数值的调教 那是有问题的 我希望在之后的版本可以获得改善 那我也希望到时候改善 或者是凡戒地我回归 我再回来这游戏的时候 他可以让我感受到满满的乐趣 然后大家也愿意再给三回三一次机会 因为现在 频道都在播三国 我想说他播三国 因为我觉得三国真的因为MOD的关系 他变得 蛮好玩的 那三国虽然已经被CA给放弃掉了 没有再更新了 可是MOD的制作者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做 至少 最近玩的TROM 我非常真心的推荐给各位 这个如果你要打三国 这个MOD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他真的很不错 最近打的元素也非常的有挑战性 我玩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 那不管是外交不管是战斗 都是让你可以好好的钻研 然后玩出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玩法 战锤3目前没有这种感觉 那战锤2其实是有的 那就等凡戒帝国出来到底是怎么样 那因为现在线上人数 各位去看也知道 三代的人数明显低于三国跟战锤2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之我到底会不会再开 会不会再玩战锤3 当然是会 但绝对不是最近 因为最近 我开了也没有人多少会关注 我还是希望说他出了几个版本 改好一点 说不定 我们今年可能玩不到一个完整的战锤 说不定或许要到明年 战锤3就会变成一个超凡的一个作品 我不知道 我希望在过几个版本 战锤3可以改的越来越好 我知道很多人也很喜欢这个游戏 不过最近真的没办法 没有因为 那理由都讲过了 总之就是这样子 好啦 那今天这就是2022年的roadmap的一个简单的 带过给各位看一下 你有兴趣 要知道更多的 你就可以去看官方的原文 或是你喜欢看中文的话 可以看一下简体版的bidi bidi 那因为这个文件也就是简体版翻译的 所以他也不是也不是用繁体的用词 我应该都看得懂 我才应该不要那么计较 好了 那今天的roadmap的简单的带过介绍一起看 我们就先到这边吧 所以我还是要说 啊我没有说不玩战锤3 但我会希望他改更好之后 我们再回来 这样子大家体验会比较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喜欢频道 支持战锤 支持全站 记得点赞支持 订阅频道 加入会员计划 来支持我制作更多的优质节目了 那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